你去收貨就行了,好,就這樣 先喝一杯 爸爸,收到紅色炸彈了 老爺,什麼貴親?來敲腳骨嗎? 你這次說法,請喝是好事 我還在那裡打結 媽主,差不多了 是否請喝,你不用做人情 不要緊…Coco的 不是吧?他有多打,有人請他喝 那張帖子很漂亮 我說甚麼,看信封就知道了 中英文寫了地址和名字 一看就知道出手不發 過來看看 別搶爛他,我先收拾他 Coco會發瘋的 不是吧 你真是的,你過來自己看 也會搶網 收拾了… Coco,你幹甚麼? 你別撒亂,那些東西 停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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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甚麼停,停 停,停,停,停 有沒有見過人家寄給我一張停 紅色的呢? 甚麼?要請停,停 停,停,停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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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停 不是吧,你說清楚 以為你是寒停還是熱停 那你有沒有見過? 來… 快點,快點 來,看他 快點,這個請你去喝 來… Susie 來… 你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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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甚麼?看不到嗎?剪卡 快… 你幹甚麼?剪了? 對了,這個Susie是甚麼人? 這麼生氣他? 甚麼人?我同學,這個星期就加了 你也是,人家突然很開心 為甚麼剪了一張卡? 你的孤寒種,九成九肯定怕做人情吧 你又錯了 我去不僅不用做人情 兼還要付一千元回稅 我做姐妹勵士 那你也怎麼樣? 哥哥,既然你說喝有錢拿 豈不是剪了他幹甚麼? 是呀 當然是剪了他的 他以為自己嫁了一個有錢人 就過來幫我洗眼 真是… 你真的要不要這樣? 如果人家的美女人漂亮、歌甜 而且身材妙挑,嫁得好就不奇怪 是呀,那我給了我,我都嫌開百席 是呀 就是這麼說,問題是他論樣給我 差十萬八千里 新高到我心裡,還有論成績 我也叫他留下一年了,他留下兩年了 話說回來,你說新高到你這兒 或者人家小小的 性格比較溫柔、體貼 而且人前人又懂得做人,善解人意 你也不能說 是呀 他出名是男人婆,你說他會不會做人 那男人婆也有人嫁的 你又不可以這麼說 不過槍勝街好像沒聽說 有人嫁闊老了 是呀 會不會是呂家頭那邊 就給了很多嫁妝倒貼呢 貴嗎?他那個老爸說賣油炸貴 是嗎?要智商沒有智商 要身材沒身材,要藥貌沒藥貌 我真是生氣,我那個時候跟他輸倒 說你絕對我們跟我當中 最後嫁的那個,你說我生氣不生氣 哥哥,你真是浪費人,不用管 這麼說人也有 甚麼?事實上是 我現在最生氣的 就是我當初他會金言點醒他 甚麼?甚麼? 哥哥,你真是嗎? 你真是有金言,我看 我當時這樣跟他說 如果你上來稱讚你美麗的話 拜託你去非洲,走一轉就有了 他真是有膽子拿到家裡所有的錢 就買了一張機票去非洲 然後就在機場見到他現在的老公 那個有錢人,三個月未夠,嫁了 你說了,你說我生氣不生氣? 真的嗎?我記得了 我看那部電影叫嫁個有錢人 又是這樣,女主角 是呀 拿了錢就去坐飛機坐頭等艙 然後真的被他碰到有錢人 你想想,那些有錢人當然是坐飛機 沒理由我再坐火車或坐甚麼大巴 是呀… 三叔,我看了很多八卦周漢 裡面說那些女生很流行坐飛機 上去撞那些有錢人 是嗎? 大哥 大嫂 甚麼… 不要說這麼多 先量十皮百皮來看看 讓我也去坐飛機 環遊世界,認識他十個八個有錢人 八個… 你別這麼傻了 你真的打算坐飛機還有錢人嗎? 你真是… Coco,我告訴你 別說大哥沒有十萬八萬給你 就算有,也供你讀書 是嗎? 是 Coco… 好心你了,學業為重 你這麼做嗎? 學業為重呢? 說得很容易,你知不知道阿嫂 多少年輕的女生 青春貌美地進了大學 讀了一個博士口出來 糟糕了,人老豬王 誰要?那時候已經嫁不出了 說實話,說得有點道理 讀飽書的女生 讀得時間長 到時候學校年紀大了 樣子就變醜了 想找一個好的老公也難吧 沒錯,所以撿書就別走 我決定要成立一個飛天計劃 就來個飛天學習兩不五 不如我去轉讀學校吧 航空學校? 也好,做空姐 空姐在機艙服務的人 全都是有錢人,大部分 說實話,空姐都會看人家眉頭眼 看見你一絲絲紋紋紋紋 而且穿西裝骨骼的話 對你特別好,欣勤一點 我每次去,空姐對我特別好 讚自己 你當然了,出真差就穿西裝 打太大了 人家都以為你是鑽石黃老公 真是爆死 話說回來,如果我穿成你這樣 會不會以為我是東樓亞富商 一流,絕對一流 一流的豬肉老公 真是說得這麼還不就有 哥哥 大哥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讀書 讀武術就做鬼也不行了 不理 按你的條件怎麼做空姐 不管,我這個計劃一定要實行的 就算以後撞不到有錢人 也要撞回聲嘆 對 姑姑,有件事比較容易撞 什麼? 扯 大哥 好… 大嫂 哥哥,你想讀學校的學校也不行 你先拿資料回來看看吧 好,一如這樣 阿嬸又讓他得挺 撕住他 你別那麼耐心 看吧 妹妹,快點走吧 好像是,你問他吧 歡迎你們來報考我們的行學校 是呀,你很餓 你喜歡我的卡片 好…謝謝 我是這裡的招生主任白日夢 白日夢 不知道你們幾位想報考誰專業呢 這樣,我想我妹妹轉學在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條件 以她的資質 報考我們幾個專業都脆脆有餘 這樣… 來,先問一下吧 我讓我填一下,不是很大頭蝦 那你填吧 阿嬸 快點,快去煮飯 快去煮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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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那班剛才這樣的人呢 是學生還是家長 他們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不是吧 剛才那個女兒做得沒有媽媽的了 還有你看那個男的三寸釘 怎麼做同學呢 我們學校呢,知道人是不計算的 就算他是植物人 只要他的眼睛會動 家裡有人肯抬他離開學就行了 那就是說 這些是將來的兇者兇少了 對 我們學校畢業之後都是自由集業的 他喜歡做兇者也好 喜歡做兇少也好 只要他自己有關係搞定就行了 那照你這麼說 那學校不包括分配了 對啊,這班學校有沒有資料的 沒資料,沒資料就不會一年 也有千多人畢業了 你不讀,大多人肯抨頭也想進來讀 甚麼?你們一家學校就有千多人了 全國這麼多學校 加上十人,十多萬人 那些兇者兇少坐飛機 那些顧客不用坐了,走 不讀了,慢慢發你的白日夢 快點 那個呀?你上學了嗎? 那我現在正在上學了 快點上學了,用心讀書 你拿不到文憑,甚麼都沒事做 知道嗎? 知道了…你這樣整天吵,你不煩嗎? 一吵夜吵,再這樣吵下去 就變黑白皮吵了,你明白嗎? 楊天航空公司在環球大廈招聘 聽說每個人都300元報名費 我準備好了,快點走吧 到時鬼這麼多人 好呀… 航空公司請空姐300元報名費 問大老郎,慢著 那個老古董,當然要阿姿阿朵 那我可以問大嫂的 那大大嫂不是又跟大老公說了嗎? 我終於找個最笨的 顏色 潘姐,你遲不遲一點? 塞車嘛 來,遲… 爽一點點吧 顏色,你這麼急叫我來交報名費 你有沒有搞清楚那報名會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我告訴你 是真的,我告訴你那家人是真的 是呀 我先報名吧 不是呀,顏色 小姐,我看排隊的人高矮、肥瘦、有腦、有亂 不多,像是報名,像做妹多一點 所以說你這個人永遠胸無大致 甚麼? 你想想 人家這樣的樣子都夠膽過來報名 說明了一個甚麼問題 還在參與 這種精神呢,你就應該好好地學習一下 我? 是呀,我跟你說 如果多點像你這種掌上的人過來報名的話 行了,選到最後,你猜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你每個人都這麼醜,當然是選不到的 然後就選我這麼漂亮的美女 自己賺錢,不怕骨臂 那我事實上是嗎? 你排隊… 還有不是,我還沒說完 我現在想想想 其實那些…那些美女都不聰明 你明白嗎?最聰明的做法 我直至參加了這次的招聘會 像我那樣 小鬼去讀甚麼航空學校 讀完就浪費了 來吧,派對… 你…派一份 這位小姐,你這麼小也來應聘嗎? 小時候就對了,青春無敵 你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嗎? 是呀,我做夢也沒到進行公司 那你尚重是國際區,還是國內區 當然是國際區 國際區是填灰表,國內區是填綠表 高靖,那你怎麼說報國際區呢? 我是報國際區 剛才那位先生說 國際區是灰表,國內區是綠表 那我現在拿的就是灰表 你這張明明是綠色 阿姑,平時你這份人比較默 但我真的沒想到你說話這麼難聽 你說話我不明白 這張明明就是一張灰表,好嗎? 你別說了,小姑娘 你連灰色和綠色都分不清楚 是不是對眼睛有問題? 你對眼睛有問題 我對眼睛有多精靈,我跟你說 左右眼睛有一點五視力 那你… 甚麼這樣?看著這裡 上、下、左、右、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上、下、左 是呀?你是不是自亂填地 都弄得頭昏眼花,你真是… 你看看你問題所在 怎麼了? 你的眼睛 眼皮浮腫,暴滿血絲 還有眼珠無力 老眼分化你 你的問題很嚴重 還有你的問題,快去檢查醫生吧 那張明明是綠色的 綠甚麼色?灰色 人老應該去贏,是嗎? 不要說死雞燦飯蓋 不是 甚麼是,我說是就是 這位小姐 你怎麼可以這麼大聲 跟你長輩說話 他是我長輩,我是他長輩也差不多 你說話真是囂張 我囂張? 大哥,我現在說的是事實 你不相信我囂張,是嗎? 你,告訴他 我告訴你 不用解釋了 你就是就是,不是也無所謂 現在我們航空公司這份工作 就不適合你做的了 我看你還更適合 甚麼?甚麼眼光?你們的航空公司 寧願要這樣的番薯做空少 也不要我這麼漂亮的做空姐 說你Tais很有問題,很有問題 我跟你說 誰說請你們做我們空少和空姐 這裡不是航空公司招空姐嗎? 我們哪有華麗招空少和空姐 我們就招地勤清潔公而已 地勤清潔公? 你不要看清楚 我橫褲下面還有一項細緻 我看地勤清潔公是適合你做的了 就應該找些這麼大隻又老實又肯做的人 難道找些小小小的小妹妹嗎 做兩天都覺得沒面子,很快轉行 是呀,你好希先生 其實你這份工作我就沒甚麼興趣了 不過我姑娘真的很討厭空姐 她真的是你的姑娘嗎? 是呀 如果不是你承認,我也不敢相信 姑娘,現在上天就沒你份了 落地做不做? 姑娘,掃街就掃街,先掃街吧 畢竟叫你進了航空界,對吧? 掃街 想想,這裡是機場嘛 那些飛機師是從航空進去的 為甚麼你掃一下掃一下 就找到飛機師做老公呢? 是呀,為甚麼你姑娘我掃一下掃一下 掃到整群垃圾路回家呢? 你… 是呀… 姑娘,不是我,完全是你的眼睛 你現在有問題 都是你的眼睛有問題 你不要辯,你這件事真是… 你現在甚麼都看不清楚 我這麼年輕,甚麼都我的眼睛有問題 我幹甚麼?說你呀… 爸爸,姑娘現在的眼睛 甚麼顏色都分不清了 妖言發中,大哥,我跟你說 阿光真的年紀大了 她的眼睛完全是有問題的 你快點叫她檢查一下 很有問題的 別說了 阿光,好像你甚麼年紀 有點老花也不奇怪 大哥這次最聰明了 一看就知道誰有問題 甚麼?那… 人家說老花 最多是看近夜的時候矇矇矇的 有甚麼理由連顏色都分不清 再說認識那些東西 跟年紀大小有甚麼關係 年紀大就機器壞 所以早就叫你檢查你的眼睛 你這樣的年紀、眼睛功能 衰退或老花 有甚麼這麼奇怪的事才行 大哥,你說一下吧,說不清楚 沒理由… 沒理由我現在的年紀 你的眼睛會老成這樣的 慢著,我問你 姑娘,這棵東西是甚麼顏色 你分不分得清這棵東西是甚麼顏色 我當然分得清這棵東西是甚麼顏色 好,那你告訴我 這棵綠色的植物是甚麼顏色 你都已經說它是綠色的植物 你說它是甚麼顏色 你笨 是呀,哥哥,你真無謂咬 小故事都開了,叫人猜 是呀,你比較弱智 是呀,大哥,他不僅是弱智 眼睛還有問題,你快點勸一下他 不…老爸,你… 哥哥… 他檢查商的眼睛很平常 有空就跟姑娘去檢查一下 大哥 哥哥,你整天早上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為甚麼突然間要買禮物呢 許白呢,幾年老友 過幾天她說去加拿大 跟老婆子女團聚 那怎樣也會送她的 她呢,很新潮的 那你用那個新潮,你又送甚麼 送淑衫,你看看淑衫 顏色多漂亮 淑衫,每個人都有 要是呀,送一條褲子 好漂亮 所以你的西部太長,不適合你的西部 要不送西裝 西裝又不適合了 西裝她也有很多見 領太 十歲 當然送了大禮給別人 送… 有了,送帽 甚麼 漂亮 送帽,送帽 正好 想想一下 加拿大,天氣很冷 那就正好 天氣到那時候 戴帽子,遇上寒 好 就她,你有點了不起 阿妹,有沒有搞錯 這麼多帽子不送 就送綠帽給別人 你看仔細一點 誰跟你說這是一頂綠帽 他明明是一頂紅色的帽 紅色?阿妹,怎麼搞錯 明明是綠色,不是紅色 你看真點 我怎麼看到綠色 真是紅色的 我對天發誓 難道我的眼睛有問題 我知道 甚麼 阿光有這個色盲眾所周知 有其子必有其父 那就是你也有色盲 不是吧 不要… 待會兒我再替你看看醫生帽 真的要看醫生? 你冷靜點 我現在馬上就給了這頂帽子的錢 然後我馬上陪你看醫生 好嗎?等我,在這裡等我 難道我的眼睛真的有問題 紅色看成綠色? 小姐,這帽子都安裝好了 謝謝,快點兒子說了 再見 再見 好聲,大哥 現在是紅燈還是綠燈? 你說呢? 是不是綠燈? 現在是紅燈 紅燈? 我雙眼差得紅綠燈分不出 真的有問題? 你放心,有我在,萬事也好 好嗎?紅燈、綠燈,我分得清 我待會兒說走的時候,你走 我停的時候,你不停停,好嗎? 好,謝謝 這麼多錢 紅燈 還要娶嗎? 對 老娶,怎麼在哪裡? 我就快去加拿大 出來順便收拾一些手上的東西 給我老婆 大哥,她就是那個 你說要出國的那個老友 禮物…快點給她 謝謝,紅燈 不是這樣,我看完雙眼再送禮物給你 雖說你這個年紀這麼大,像個小朋友這樣 禮物給別人,有什麼理由拿回來 不好意思 阿徐伯,這份是我們的禮物 謝謝 小燈少爺 阿徐伯,別看著我 我真的看完雙眼再送給你 紅燈 阿徐伯,這份是否送給我的 當然 我大哥太小了,不懂處理這些問題 今天早上我和我大哥 就特意選了一份禮物 祝你夫妻二人 謝謝… 謝謝… 笑了… 看看有什麼禮物 很漂亮 有沒有搞錯,綠帽 真是綠帽 沒事… 真是綠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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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這頂是最高貴 最優雅的紅帽 你居然跟我說綠帽 你應該檢查好牙吧 你明明送一頂綠帽給我 真是睜眼說廢話 真是我不想做朋友 老徐… 你就走吧 誰想和你做朋友 真是… 妹妹 看來你的眼睛有點問題 什麼叫我的眼睛有問題 這個明明就是一頂紅色的帽 你看看有沒有人笑你 沒有人笑你 根本就你兩個老人家的眼睛 提早進入老年化了 你給我看眼科吧 真的要我看眼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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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